77. 法制晚報2015年7月22日報章 A.27文語最焦白受彭環北大畢業網絡發歌 一炮走紅膨脹過後拍《活雷鋒的故事無聊的事》 肯不幹法制晚報信,記者受彭環 稱雪村為網絡歌手《海山鼻祖》並不為過 2001年,雪村將原創歌曲《東北人都市活雷鋒放到網上》 這首歌《紅片傳國》,雪村也一夜成名 後來唐雷、龐龍、香香、楊神光等網絡歌手緊隨其後也迅速成名 近日,望著籌備第三部電影《東北人都市活雷鋒的雪村》 接受了法制晚報記者的連線採訪 雪村這些年將工作重心放在了拍電影上 既當導演、又當演員、歌手的身份倒成了其次 網絡紮紅愛情歌曲太無聊寫出不一樣的活雷鋒 法晚,你是北大畢業的,當時是不是學霸? 雪村,絕對不是,但我算得想是一個優等生 並不是說所有所謂優秀院校出來的人都是好學生 這個都很正常 法晚,大學畢業以後就直接去了藝術公司 然後從事音樂創作和製作工作 雪村,不是,之前還有好多事呢? 我還做過記者,九幾年我在北青部 之前我在電子部 那時候沒有選擇 一個從校園裡剛出來的人 對社會不太了解 學的東西並不一定有用 但總得去找一個能在社會上蠟燭 能養家糊口的事做 法晚,你大學學的事得如 後來的職業跟專業完全不同 雪村,對大學的時候開始對音樂感興趣 小時候學過,但沒有專門去學樂理什麼的 我認識簡譜還是從在藝術公司開始的 法晚,後來怎麼想到寫東北人都是活雷鋒這首歌 還一泡酒紅了,雪村,這首歌是1995年寫的 這個故事本身就是編的,就是一種機緣吧 當時都是港台歌曲 將什麼外的星座之類的歌 劉文正、鄧麗君 包括李宗盛早期的情歌 大家都去追,那個很無聊 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處於青春期 青春期總會過去的,還是關注點社會吧 所以有了東北人都是活雷鋒 一夜成名太膨脹和人家庫的感覺挺好法晚 當時怎麼想到要通過網絡去推歌 雪村,那是巧合,正好趕上網絡更新換代 歌的流傳就快,1999年和2008年它是一個大跨道 法晚,當時真的是一夜成名 那個時候生活,心態方面都有什麼變化 雪村,有錢了,吃的好了 頭一天還不知道下頓飯在哪吃呢? 第二天就有無數個電話過來說請你吃飯 開門來談談,然後是上節目 出差、演出,去哪都有人請吃飯 發晚,覺得自己是真紅了 雪村,知道,有人給你錢物 那麼多錢從來沒見過 窮人詐負這種感覺挺好 發晚,膨脹嗎? 雪村,有,我想每個人都會有 因為那個時候情況和現在還不太一樣 比如說現在有誰要是紅了的話 你在市場上見不到他的產品 我那時候是見得到的 我的遲帶到脫消了 發晚,有沒有想過當年能那麼紅 是什麼原因?運氣成份多一些 或是,雪村,像東北人都是活雷鋒 以雷鋒作為個本身的一個象徵物 而且同時又是一個類似相聲的歌曲 這樣一個四不像的緩意而出來 它是肯定有消露的 實際上這東西我覺得 還是把脈把的比較準,時機比較好 我不認為其他的作品和東北人都是活雷鋒 這個歌有什麼可比性 包括我自己的,發晚,外界稱你為網絡歌手第一人 你怎麼看,雪村,都是他們雪的 也不是我雪的,他們誇 誰不喜歡誇,他誇你,你挺高興 也就這樣,但是要雪最早,我肯定是最早 這個無可非議,但是你要雪最好呢? 他沒有可比性,所以也談不上 他們一雪,你一落荷就完了 發晚,有一些網絡歌手可能會介意自己被稱為網絡歌手 因為在很多人眼中,網絡歌手代表的就是低俗 不入流,雪村,雪具實話 我覺得雪這句話的人才叫真正的低俗 寫一寫老百姓的心聲,我覺得很好 既然你寫不出來,就不應該阻止別人去寫 現在確實有一些網絡歌手一直在迎合一些輿論或話題 我覺得那紅不聊,那些大紅大字的網絡歌手 從愛好轉為職業的那些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 歸於平淡沉積下來不無聊拍拍電影也講講故事發晚 那種膨脹的心理持續有多久,雪村,持續好久呢? 這也是必然的,所有人可能也都是這樣吧 一下覺得我紅了,而且明白又更紅了 那個挺高興,那個很正常,身邊聚集一堆小生小販 不過還好,我是稍微有點文化,沒跟他們抽大煙去,發晚 後來是在什麼情況下結束了那種膨脹感? 說穿,這個我是一直明白的,可能有些人認為宣傳做得少 我是認為你幹這行的,你的價值就是你的作品,你不出作品 你天天在那炒者抵戀,一會兒離婚,一會兒結婚,沒完沒了地折騰 這個有點下作,我們如果沒有作品出來,絕不做宣傳 而且我相信我是對的,因為對得起我自己的良心,發晚 後來沉積下來,會有失落感嗎?說穿,不回,電影上有很多事要做 音樂上也一直在創作,但肯定不會像現在那些網絡歌手那樣高調直接 演出也有很多,現在藝人淺好爭多了,裝模作樣一下,大家就會淘淺了 我不會陷在那種所謂名氣的泡沫裡,發晚 這幾年一直在拍電影,做導演,當時是什麽原因轉做導演的?說穿,我原來唱歌之前,是做幕後的 我給自己準備的東西都是聚事歌,我的長項是在幾分鐘之內講一個故事 所以你看我那些MTV拍的,也都是故事性的,那麽能編短故事,編長故事也沒什麽太大問題 另外歌曲本身,一方面是說現在這個情況,你看唱片廠都沒了,像我們那些二十世紀沒出道的人 現在從歌的角度上來說也是比較迷惘 第二,像電影這樣更綜合的藝術門裡裡頭,歌就是其中一個元素 所以我覺得與其說以歌為主,還不如以電影為主 發晚,全部精力都放在影視方面,音樂上也沒有太大動作 說穿,也不會,我們近期也會有兩個歌推出來 一個是給愛人唱,一個我自己唱,都是我寫,我偏的 別人穿紅入話說或板鞋成功原始尊重發晚,現在還關著樂壇嗎? 這幾年也出來不少新人,說穿,我不太在意別人唱什麽,或者別人紅不紅 因為我那個東西是自成一體的,就是像音樂評書,所以別人和我無關 但是我也到聽圖說,實際上我覺得沒有什麽人能夠有資格去 對這些不跑掉的唱歌人提出什麽意見,或者說是給他們作出平定 誰比誰好,你說麥克爾傑克信那種唱法,拿到中國來 我估計他連星光大度初彩都過不去,中國人會對他有偏見 但人家是巨星,另外像周極論那種,他根本就不唱 在那說,他能那摩火,像他那樣的人要視上來的話 這些評委肯定覺得他咬字不清,直接給他剔掉了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風格 如果你整齊或一地都是去靠什麽技巧之類去評價一個人的話 那有什麽意思呢?那你們都去唱文歌好了 那都一個未,法晚,這些年通過網絡出來的歌和歌手越來越少 更不可能有像你當年那摩火的景況了,你覺得是什麽原因? 雪村,原來網絡是不歸誰的,現在有人管了,所以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現在他們活有機會了,我聽過滑板鞋,法晚,滑板鞋有點話爭寵的感覺 很多人覺得不大正常,雪村,看你怎麽看? 如果你單說從他這麽一個五音不傳的歌手來說 我覺得那你可能會有這麽一個感覺,但是你從一個大的環境去分析他 他會否有三重意義在?因為滑板鞋是一個很小的東西,他很便宜 幾十塊錢就可以了,那麼像這樣一個人站在台上 說他這一輩子就想要一個滑板鞋的話,這個事是很可悲的 他是一個悲劇,但是他是一個社會的悲劇,這是我的看法 另外還有一個,大家並不是因為喜歡聽,因為大家覺得他的形象和當時我對自己的定位 以及趙本山對自己的定位是一樣的,我們是比觀無 低得多的人 在觀狀情血 我們寧可做一個下三藍,讓聽無 多 到最大限度的自尊 正是這些歌成功之道,他實在不是一個當歌手的療 他是有點神經質的,但是歌火,我們作為作曲和編曲者來說 你會得到一些Simon H,這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 因為那是我們的工作,你會不會去寫這樣的歌 以及避免給別人帶來神經質的感覺 或者說你的神經質讓別人認為你很高明 如果你能做到這點,說明你很專業,問記者受彭環制圖劉綱 我們請進去才能為那些人 我們請到WGF,N1,請進去詞、M& unique 收音和空朋友,MKP,N1的人 我們請遊樂法,MKP,A4,MN、B9,youtube 看看,MKP,A4,MN、B9